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《女儿情》 欢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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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说我声声 你儿美不美 你儿美不美 欢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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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 从头到脚 这打扮是你精心设计的吗 全部都自己 这个水袖还有这个袖子是自己做的 头饰这些呢 头饰也是我自己设计的 我给图片给设计师 还帮我设计 因为我这套衣服呢是印度装 哦 这是印度装改 对 因为那个当时的那个女儿国呀 是 她那个原始的那个传说呢 好像是印度装 所以你的灵感就是从那边来的 对 所以我就做成印度装的样子给大家看 正好我们新加坡也有印度装对吧 是 那你是在小印度那边买的吗 对 你家不在印度那边买的 对 然后买了你自己在加工 自己在加一个袖子加一个水袖 那刚才我们的曲大姐在边跳边唱的时候 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就讲 假使不懂的人还以为你在放CD 就觉得说她的声音好像是真的那个放CD的 怎么不好意思讲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请一下我们评审老师 看有什么话说好不好 真的 她不是对嘴巴 不是对不对 对 我验证了真的不是 对 她的音色是挺亮的 然后呢 因为一面跳的话 再加上这麦克风离她的嘴巴很远 是 不简单 是 我真的看到一个很好的表演 是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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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请海燕老师 点评一下 就是真的很难得 她的整个眼神的掌握 跟她的整个舞台 她的那个概念 我觉得她很清楚 她在表演什么 我可以问你 就是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脑海里面浮现的是什么画面吗 因为我也是很喜欢看那个西游记 是 而且呢 我还买了V2CD 看那个女儿国的那个国王的装扮 她有点接近那个印度装 但是她其实呢 她穿的是我们中国的新疆的服装 她有一顶小帽子 然后我没有那个帽子 所以我只能带一朵花来代替 你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想象你是那个女儿 国王 对 而且她做足了功课 是 我就是感觉她整个人 很投入在里面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都已经音乐完了 通常我们唱音乐完了就脱身了 OK 她没有 她还在那儿 还在那儿 还在那儿 很好 参加银色达人秀 歌唱的很多参赛者 你是第一位 我听到这么美的一把声音 是最美的一把声音 谢谢 不只是声音很美 而且你整个表演也很生动 我刚才好像感觉自己不是在我们电视台 就看了CCTV 中央台的节目了 很专专业 很有水准 非常喜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三位评审老师 也谢谢曲大姐楼琴似水的表演 打动了我们评审老师 谢谢 谢谢